來台灣玩的日本的觀光客 第一次拍的照片 不是101 對呀不是 小龍島 是 摩托車 耶~~~ 最可怕的 最有名的特徵是 摩托車 對呀 這太誇張了吧 日本人為了看摩托車 特地來台灣嗎 對呀 沒有啦 第一次有摩托車是台灣人的話 哇~~~ 怎麼那麼差呢 大家好 我們是 曼財校爺 和 請多多吉祥 大牛 嗨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 日本人下一條 台灣的摩托車的 三屆世界 大牛 對呀 因為那個日本的摩托車 跟台灣的摩托車 完全不一樣 咦 新車不一樣 不是啦 是新車不一樣 哦 你也知道嘛 那個習慣完全不一樣 習慣完全不一樣 那個 對日本人來說 摩托車是一個興趣的感覺 對台灣人來說 摩托車是一個交通工具 不需要的 對日本人來說 拿起摩托車的人是比較有錢人的 對不對 對 台灣的話 沒有錢的人才可以進摩托車 不對啦 太越來越來越好了吧 對 對 比較方便的 對交通工具 嗯 對日本的話 那個有分別 原廠的車 原廠的車 中型的摩托車 大型的摩托車 對 對 那是你的摩托車嗎 比較熱鬧的感覺 其實不要熱鬧吧 在台灣也有分別 無CC也有 但低修商在呢 已經沒有做無CC的摩托車 對 其實都用 中型的摩托車 中型的摩托車 其他人是有錢人的 對 對對對 因為 是 限度機器電車 的人比較多 高中學生 或是 大學生 台灣的話 不一樣的 台灣不一樣的 那今天也分享一下吧 好 那 第一個 太多 哦 哦 哦 真的台灣的摩托車 太多了 對呀 比台灣人多 不是啦 太奇怪了吧 那是有機車 對呀 有的摩托車呢 不是啦 對 真的很多 這個不是不好的意思 哦 是 對 是下一跳 對呀 聽說 所有率 世界一 是 耶 耶 很厲害 真的很多 所以呢 來台灣 往日本的觀光客 第一次排的照片 不是 101 對呀 不是 小籠包 是 摩托車 耶 在台灣的 最有名的票獎是 摩托車 對呀 這太誇張了吧 日本人為了看摩托車 特地來台灣嗎 對呀 沒有啦 沒有啦 第一次我摩托車是 台灣人發明的 哇 這太誇張了耶 這這一年了 真的很多呢 嗯 在陸上的摩托車 我第一次看的是 欸 台灣的報酬汁 哈哈哈 可是 有禮貌的報酬汁耶 非常規矩 對呀 超過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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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可以嗎 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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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直在說 有點誇張 嗯 但不是太誇張的感覺 對 對 真的很多 聽價味也是有關吧 應該有吧 台灣的聽價味 比日本更多 嗯 更多耶 真的很多人 真的不一樣 在日本也有很多 喜歡騎摩托車的人 嗯 但對他們來說呢 幾乎都沒有聽車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對台灣很棒耶 好 那第二個 衣服 原來是吃 日本人的話 騎摩托車的是 火光光軟 你腳好爽 腳不舒服 因為你們是變態的 不是的 不要亂講 好 對日本人來說 台灣人在騎摩托車的衣服 有點特別 嚇一跳 我也有摩托車的機罩 嗯 那個考試的時候呢 老師一直跟我說 騎摩托車的時候 一定要裝後的衣服 嗯 因為回來安全 对不对 台湾不一样吗 不是这种部分不一样 因为台湾的夏天很热 对 还是很多人不放弃骑摩托车 哦 当时很热 不要怕晒黑 所以呢 那个时候很多人穿特别有点像 装备这种的衣服 哦 嗯 很多美女喜欢骑摩托车 结果变得像黑武器 是吧 那真的很像黑乌鞋 这种的感觉 对啊 可是呢 我觉得呢 最奇怪的事情是 那么穿可战的衣服 可是下面呢 穿短裤 还有迷迷斯卡 都类的 因为我告诉大家 这样的事太危险了 如果呢 穿短裤的话 我一起看 也是颜色的 你颜色而已吧 不穿短裤 一直感觉 都是你们害的 因为你们是太性感 哈哈哈哈 对 我告诉你 性能不穿短裤 最危险的事情就是 不是晒黑眼 穿短裤 所以一定要穿长裤 才对吧 对不对嘛 对这样比较安全 对 是没有性能 没办法学哦 现在我愿意告诉大家 安全第一 我喜欢台湾人的安全 穿曬黑的衣服 哦 你系摩托车的时候 穿这种的裙子 但他们设置之后呢 要脱这个裙子 哇 吓一跳耶 诶 为什么那么美女 在路上突然脱衣服呢 有空空吗 对不是 那他没穿的短裤 好好好 所以OK 他第一次看这种状况的话 我会跟下一条 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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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改决 你脱衣服哦 蛤 什么意思 啊 对 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对 OK 第三个 到底可以搭几个人 可以搭几个人 台湾的摩托车 可以搭几个人呢 诶 是五个人吗 太多了吧 诶 不行耶 那么上车而已 跟台北不一样的法律 不是啦 上车也是一样 不好意思 开玩笑的了 对 当然我们知道 国家可以搭两个人 但真的 真的有看过 对 三个四个 对 有个台湾朋友跟我说 家人的话 其他人也可以搭我 怎么可能 哈哈 前面是伯伯 后面是妈妈 还有两个小朋友 最前面是小姑 家人也是OK的 人家也看这个样子 又是 他应该是家人 的部分 没有问题 个屁啊 有点有问题吧 如果在日本的话 一看就被逮捕 对 对 建造机机车的话 两个人也不行 对对对 因为这个部分跟台湾一样 因为这个部分跟台湾一样 台湾的屋西区 也是不可以搭两个人 他有一定要带安全帽 所以法律的部分 是跟日本一样的 对 应该呢 台湾十几年前 还不要带安全帽 但是我真的认真的 他就说安全第一哦 对呀 对 我们说台湾少 可是要好新一点哦 对 安全第一 这个很重要 OK OK 对 所以真的 日本跟台湾的摩托车 有很多的参与 其实摩托车真的很方便 对 很方便的交通工具 嗯 可是来说一次 你们安全第一 然后 台湾女生 今天 不要穿短裤 因为 你们太兴肯 这个是你的问题 不然 日本人是变代国家了 日本人的男生代表 跟大家说 不要他代表的 台湾的女生 他性感 很感 哈哈哈哈 具体变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一天我的老婆也是 你这样不行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想管你的 太扁了 太扁了 嗨 你们觉得如何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多多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托拜托拜托 还有别忘记按小铃铛 还有我们有联系的粉丝短 Instagram也有 请多多计计哦 也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超酷的 OK 哈哈哈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またねー 再現 再現 一二三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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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三四 eats 牠爷 你知道吗 好像 一日都有 比较 做 你 要 智ату 谢谢大家